明明南半球快要夏天了 澳洲塔斯瑪尼雅卻下起大雪 眼前所见一片雪白 部分地区甚至累积出30公分的雪量 不过更惊人的画面在西澳的圣诞岛 兵密麻麻 数量多达5000万只的红蟹大军阵 准备展开大迁徙 从居住的丛林 长途跋涉到海岸交配产卵 为了这场年度大迁徙 当局不但规划出螃蟹桥 让红蟹可以安全过马路 甚至还特别竖起路标 提醒驾驶有哪些公路 只能给红蟹横着走 由于圣诞岛的红蟹数量日渐减少 在大迁徙的季节 人类也能乖乖让到了 另外在埃及南部的雅斯文省 则传出蝎子大军肆虐 453人被捕死 3人死了 因为蝎子被捕死 之后 原因就是周末的暴风雨 迫使蝎子成群躲进民宅 造成超过500人被遮伤 幸好民众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都顺利出院 没有造成健康问题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